英语短语 Cherry pick clips不是摘樱桃 而是说某人精心挑选失礼 使之符合自己预先设定的结论 新闻界讥讽为摘樱桃剪接 这本是新闻报道大忌 而当今世界的主流媒体却娴熟的运用 以假乱真左右舆论 以假乱真 新闻媒体号称无冕之王 是三权分立的民主政体 不可或缺的监督者 公正客观的报道 是人们对媒体最基本的要求 但媒体是由人组成 从业人员的政治立场和伦理道德 会影响新闻职业操守 最常见的就是用摘樱桃剪接法 貌似新闻报道 实则推销政治理念 2023年10月 哈马斯恐启以色列而引发的以哈战争 让人们再一次见识到 世界主流媒体的歪曲报道 起到了恐怖分子帮凶的作用 最典型的例证 莫过于10月17日夜间 加沙医院爆炸案 世界各大媒体 包括纽约时报 华盛顿邮报 ABC NBC CBS CNN 美联署 英国BBC等连夜发出相同报道 众口一词指控以色列空气医院造成500人死亡 顿时引发全球抗议 有人靠常识提出质疑 首先 半夜里谁能迅速地统计出准确的死亡人数 第二 交战双方 究竟谁的炸弹落在医院 几天后 以色列和多国情报机构拿出确凿的证据 爆炸是哈马斯发射的火箭造成 死亡人数由哈马斯独家提供 各大媒体均未经其他渠道核实 免费充当了哈马斯的代言人和传声筒 真相大白后 各大媒体并不道歉更正 反而渲染袈裟惨状 哈马斯心领神会 遥相配合 甚至用塑胶娃娃冒充被炸死的婴儿 同一个人扮演多种角色 控诉以色列 这些假照片 让摘樱桃的左媒如获之宝 圣经上说 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 持守真理 说起来简单 做到却不容易 美国历史上有过惨痛的教训 1968年2月 美联社记者艾迪亚当斯 从越南战场发回这张照片 标题是 阮玉鸾将军对北越尚未执行死刑 第二天 美国各报军把这张照片 蹬在头版醒目位置 成为渲染 南越对平民残酷的标志 反战情绪如火上浇油 这张照片 成为提前结束越战的主推器 而真相是 南北越钢签署停火协议后 北越军官阮文林化装成平民 率队潜入南越西宫市 屠杀了34个南越警察家属 阮玉鸾将军 当时告诉了记者原因 但美国媒体隐瞒了真相 把屠杀老百姓的北越特务 说成了英雄 而执行公益的阮玉丸将军 反被诬陷为战争恶魔 一张现场照片 却颠倒了黑白 战场上保持优势的美军 却在国内民众的反战怒火中 匆匆撤离 在苏联集团出前出枪 出兵扶持下的北越大军 趁势攻克南越 把难里变成人间地狱 百万难民倒海出逃 当欧美民众看清谁是恶魔时 一切都难以挽回 凭借这张照片 亚当斯赢得了新闻界最高荣誉普利兹奖 但他却一直为此内疚 他曾说 照片中的两个人 一个死于枪下 一个死于我的相机下 历史教训并不遥远 今天的左翼媒体 已惊怒落成为恐怖分子的帮凶 却做的证据揭示 10月7日大屠杀时 主流媒体的记者与恐怖分子 并肩冲击以色列 美联社 CNN雇佣的摄影记者 哈桑伊斯拉亚 就是哈马斯头穆辛尔的助手 人们怎能指望 主流媒体能客观公正的报道 以哈战争呢 但是 他们休想 一手遮天 每天一点点 世界大改变 订阅就是支持 转发也是宣教 请您继续关注新事节目